继续看到这名开车撞死人的18岁 全新少年是高职的夜校学生 白天在当板魔宫 邻居表示从他16岁开始 就常常看到开车游玩 家里面有两辆的宾室中古车 都是他的最爱 不但有改装过也常常飙车 警方多次请他的家人去劝他 但是都听不进去 巧合的是死者的外甥女 跟这名肇事驾驶还是国小同学 昔日的同学变成了撞死家人的凶手 家属们相当无奈 监察院长张伯雅 在今天帅团来到了行政院巡查 这也被视为是赖清德内阁的期末考 因为行政院长赖清德传出 将在1月份来总辞 之后将由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或是前立委陈其迈来接棒组阁 根据了解党政高层不断的劝劲 似乎在等苏贞昌点头 不过陈其迈方面已经否认了 相关传闻 我们继续同样来看到 行政院长赖清德 此意很坚决 外传大家在明年的1月份就会走人了 但是到底谁要接棒 刚才有提到 这可能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那么桃园市长郑文灿被问到 格魁人选他没有特别的表示意见 只说这是总统的权利 赖院长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没有办法代替良人发言 新北市长朱立伦即将要卸任了 赶在23号淡海轻轨要通车 市府驳斥是要抢售政机的质疑 但是淡海轻轨却被内部的员工爆料说 在旅刊的时候为了要行驶顺畅 关掉了ATP自动保护系统 然而外界批评 难道没有学会之前普悠马事故的教训吗 不过淡海轻轨下午的时候特别开放了 驾驶室来公拍摄 并且强调如果要关ATP 要从刑控中心来下令驾驶 平常都会依照限速来行驶 2020年的总统大选 国民党内部已经有很多人想要跃跃欲试了 尤其蓝莹这边 来看到像是前行政院长张善震 透露过完年之后就会确定 是不是真的要选 如果参选的话 他会用无党籍的身份来选 另外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展开了全国拜会之旅 第一站来到彰化 被解读是在紧急布局 吴敦毅受访的时候表示 感恩查会是要谢谢支持者的鼓励 跟他要不要选其实没有关系 对于说王金平跟张善震 他表示没有评论也不能有看法 这个月25号新任议长就职之后 即将要选举正副议长了 选举倒数的现在 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指签 外传由厂商遭到民进党 强行募款8000万元 再以一票500万到800万不等的金额 影响部分议员的选举意愿 要求检方要彻底调查 民进党政府议长的候选人 同声驳斥了这项传闻 要求国民党要拿出证据来 那么副议长的候选人 更是以政治声明当作赌注 说如果有国民党指控了这些事情的话 他就退选 甚至直接退出政坛 再过三天时间 就是卷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招接典礼 当天高雄市交响乐团也会演出九首歌曲 今天乐团首度团练 带你场先看一下招接典礼的表演 荒谬大师沈玉玲四度同荒韩国瑜 这次来找韩冰一起来挑战父女默契大考验 结果笑料摆出了 韩冰甚至还在中间爆料说 爸爸妈妈刚结婚的时候 韩国瑜被妈妈养了一年 更说老爸是家里面地位最低的 不能看出来妇女好感情 新任市长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另外新北市长朱立伦即将在下周二卸任了 上午的时候来到泰山参加公共拖劳的公开开幕 被问到会不会希望把公共拖劳中心推广到全国 他说绝对有这样的想法 中国京东创办人刘强 都涉嫌性侵的案件再度有新发展了 明尼苏达州的检察官在昨天决定不起诉 得知这样的消息 刘强弄马上又更新微博 发出了声明 表示结果能够证明他没有犯法 呱呱乐百万大奖接连奖落土城区 台采表示土城从18号开始连续三天 分别在不同的彩券行 刮出了百万呱呱乐 产生了三位的百万富翁 让这几家店的老板都不敢置信 民众甚至打趣的说土城地区要发大财了 云林次同乡 今天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晚餐活动 当地的农会邀请12位的长荣空姐走出户外 在稻田中跟在地的次同乡的农作物 包括了蒜头 火龙果 小番茄等等和排2020年的爱新月历 年历 这个平常穿着制服的空姐 全改穿白色系的衣服 气质更显得清新脱俗 非洲猪瘟疫情持续的延烧 虽然一再的宣导 但还是有不少的 陆客陆续携带了猪肉制品 想要入境 包含了卤猪爪 火腿肠 还有肉包里面有猪肉馅料 立刻吃上了20万元的罚单 不过律师 旅秋远针对了外籍旅客开罚的事情 他说恐怕是罚不到的 因为旅客有一个月的宿愿期 只要出进台湾的话 一毛钱都不必走 恐怕是这个处罚条例上面的大漏洞 高雄发生死亡车祸 这是一名张姓男子清晨 开着小货车 从美农往六规的方向行驶 突然冲上了对象车道 结果和一辆的客运对撞 小货车驾驶是当场死亡 冬至最适合来玩软乎乎的汤圆了 我们来看一道应景下 不只是有传统的甜咸口味而已 甜汤圆加上刹冰 咬下去的瞬间是流出了 满满的芝麻馅料 再来是咸汤圆配上了羊肉炉的汤底 吃起来很新鲜 不管是甜还是咸汤圆 都各自有爱护的这个用户者 要替爱车加油的可以再等等了 中油预估下个礼拜 汽柴油的售炸每公升各调降 0.9元还有0.8元 调整之后的油炸 预估9.2的无鲜汽油 每公升25.4元 9.5无鲜汽油每公升26.9元 9.8无鲜汽油每公升28.9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23.3元 感谢您今晚加入 我是雨晨玄 晚安 我们再会了 会有过光的山水